这里有一些更好的,一个从另一个音阶衍生而来的半音阶,在这样的情况下,C大调音阶,听起来是这样的。 一个半音的经过音符被添加在音符之间,这是一个完整的步骤分开。 例如,从音符C到D,升C加在中间,这就形成了半音阶C升C到D。 像E到F或B到C这样的已经是半音音符了,因此我们将添加一个过渡音来代替。 这将是下一个更高的音符。 例如从E到F,我们在中间加上G,从而得到EGF。 字幕长 从D小七和弦的根音,D音符开始上行演奏C大调音阶,然后从G七和弦的第三音,B音符开始下行演奏半音阶,最后结束在C大三和弦的和弦音上。 从D小七和弦的五音,A音符开始上行演奏C大调音阶,然后从G七和弦的根音,G音符开始下行演奏半音阶,最后结束在C大三和弦的和弦音上。 爬音上行,然后半音阶下行,最后结束在和弦音上。 爬音下行,然后半音阶上行,最后结束在和弦音上。 练习一的变形,节奏做了些变化,使用到了四分音符合三连音。 练习三的变形,节奏做了些变化,使用到了三连音和八分修指。 用半音阶构建的短小旋律。 融合所学的全部想法。 练习贴士,在你的乐剧中混合使用半音阶和其他已经掌握的素材,只要确保起始音是一个音阶音符并且在正拍上开始,用八分音符练习。 然后, nel动作以又要入类的一瞬的一瞬的一瞬。 其脱习的一瞬。 感谢观看